这个影片的主要目的 在告诉同学如何来调整我们的camera的位置 跟我们看这个景物的角度 其中用到的就是camera position 跟think forward 这个think forward 主要内容到这两个指令 关于camera的详细设定 同学们可以按这个help里面 在这个地方canvas 然后在这边就有camera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参数的设定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让这个程式用这样的一个编写方式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我们把物件先定义好了 包括一个立方体还有这些object 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它旋转 好这个第一栏是角度 这个呢是这个camera position 这个是forward的向量 你可以看出来 好我们把camera围绕这个object 再转2拍360度所看到的景象 好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 如果你让camera照着你的景物 绕着它转 同时也改变你的forward的向量的话 就可以看到刚刚的情况 这个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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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